大家好,圣经淘宝日记,我是老王 今天来大连,化工古完成 这个古香古社,咱们上去转一转,地摊人还是不少的 顺着这个大台阶往上走 非常高 他们这大牌楼还是不错 这外边就是地摊了啊 这边都是地摊啊,咱们慢慢逛啊 这边是地摊的 这浓多少点呢 这个 这一币呢 一万五 大家好啊 圣经淘宝日记啊 我是老王 这是我今天的收获啊 给大家展示一下 一个和天狱的一个 这叫花兰配啊 也是一个玉壁啊 上面是两个小磁莲筒纸 然后上面是两个 两个凤鸟 玉纸非常白啊 然后雕工也非常漂亮啊 一个和天狱的一个小籽料啊 籽料的一个小弥勒筒啊 然后是一个小黑油皮后边啊 这块有孔可以揣绳啊 这玉纸还是比较银润的啊 一个小磁龙的小脚杯啊 这是一个小脚杯 然后上面是个小磁龙 小瑞兽也行啊 这个玉纸还是非常不错啊 一个康熙重宝啊 后边是有龙有凤啊 有龙有凤 一个虎牙的一个小天猪啊 这个天猪品相不错啊 挺漂亮的啊 这个可以穿个绳啊 上下都搞个顶处 就可以单独佩戴啊 这是桃河的啊 桃河的一个小手串啊 这已经有包浆了啊 然后这个形像小葫芦似的啊 这还是挺好看的啊 一个小龙臂啊 中间这块是有点这个被涂咬了啊 结构发生了改变啊 一个大蛇小蛇啊 一个老玉的一个 触金银的一个小水云啊 上面是有龙有凤啊 一个龙一个凤啊 玉纸比较老熟啊 这是一个中古的一个大玉皇啊 然后这边有一点老蝉啊 一个明代的一个小瑞兽啊 皮革包浆非常不错啊 这是一个高谷的一个 云纹的一个玉璧啊 这个特别漂亮啊 皮革包浆都非常好 上面云纹有这种角色纹啊 带这种水银沁啊 一个和田玉的糖料啊 一个山色的一个小熊啊 这拿着一个小蛇啊 这个玉纸你看这边 这地方非常白 一个小符啊 一个地方玉的一个小符 开脸特别漂亮啊 特别喜庆啊 这是一个和田的一个大纸料啊 大纸料的一个符啊 一个大半纸啊 像半纸啊 这就是手里拿着玩的那种 这皮革特别漂亮啊 你看它这个皮革有过渡色啊 非常厚啊 这皮革不是那种薄薄一层的啊 然后那个你看这玉纸啊 这纯纸料啊 光气身油性都特别好啊 一个绿松石的啊 绿松石的一个小香囊啊 这是和田的两个小和和二鲜啊 也是一个小吊坠啊 可以穿绳也可以佩戴啊 可以把玩 预纸是不错的啊 一个双湿啊 湿湿如意啊 和田碧玉的啊 碧玉的苹果绿啊 一个球啊 一个地方玉的啊 这里头有三层啊 这里面还有还有一层啊 这是一个和田玉的一个老踢游的啊 一个老踢游的一个小小镇纸啊 一个小瑞瘦啊 这个有棱要脚的啊 这个弓还不错啊 然后这个料子也是不错啊 光气啥都非常好啊 这可以摆着岸头 这个还是挺漂亮的 应该是个小狗或者是啊 一个汉代的一个小龙狗啊 铜的啊 青铜的啊 这个皮壳特别好啊 一个鸡骨白的一个老猪子啊 上面是叼了一个龙啊 一个大龙啊 龙头还找不着了 肯定是龙头啊 肯定是有头有尾啊 然后这块有一条柳啊 然后打了这个毛钉啊 打了两个毛钉 韵味比较猪啊 它柳的轻易 它也是裂不开啊 因为这边没有了啊 它是一条浅裂啊 别人的问题啊 韵味比较好 弓特别好 一个黄马脑的一个小天猪啊 配了一个小绳啊 这个挺漂亮的啊 这小猪子啊 一个小老虎啊 鱼子也非常老熟啊 一个小龙龟啊 这个也是何天狱的啊 它这个颜色比较特殊一点啊 颜色啊 这些龙掉的还不错啊 这块有一点小老圈啊 人家大问题啊 也是老磕了 说明啊 一个汉代的一个小熊啊 这皮壳包奖非常好啊 它这个吧 它不一定是熊啊 真丑像熊 它这块有个有两个角啊 有两个角 具体是啥啥 你又不太不去考究它了啊 它这东西还是比较老气的啊 两个柴石的小馅猪啊 也是老包奖 老皮壳啊 这个比较小啊 一个小马脑的一个小手链啊 这可以调节啊 这个这一拽就长了啊 这个是个老猪子啊 老蚕石马脑啊 一个和田的老蚕油啊 蚕油的一个大猪子的手串啊 这猪子尺寸还是比较正常的啊 1.7啊 不掉1.8啊 特别漂亮啊 这种预制都非常好啊 这个是一个小翁重啊 这也是一个老蚕油啊 这个造型比较可爱啊 这个造型比较顿实啊 当一个手把劲还是不错的啊 整体油性光气不错啊 一个马脑的一个小手串啊 都是这个馅竹啊 有圆的有椭圆的啊 还有扁的啊 什么形容都有 还有带馅竹啊 一线 还有这扁扁的隔片啊 一个紫檀木的啊 紫檀木的嵌的这种是嵌的银丝啊 这是云纹啊 这个这个手串还是挺好看啊 这个是僵尸玛瑙啊 也是玛瑙的一种啊 像有点像九龙玛瑙啊 这个珠子皮壳非常好 然后颜色也特别漂亮啊 一个扶植配啊 上面是个扶植啊 一个籽料的带糖的啊 一个籽料的一个上山的一个老虎啊 后边是叼了一棵树啊 一个中古的一个小卧马啊 一个小马 这块是应该是 也是一个小马吧 小马军 这东西可以做比较啊 这东西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啊 然后也是一个和田的大料着啊 这个雕工特别的耍建啊 一个藏传的一个佛像啊 铜的啊 带点这个彩绘啊 紫檀木的啊 紫檀木的一个班纸盒啊 上面是钓的这个山水 亭台露格什么的啊 一个送源左右的一个老 老瑞兽啊 老瑞兽 这个是一个小橄榄猪啊 非常老啊 这猪是非常老的啊 这边还有点蓝沁啊 这个大爷肯定是带不了啊 这棵猪是指这个链 它编的应该是给小孩带的啊 它这链特别小 这边可以紧啊 你看这边紧完之后就这么出 应该是给小孩带的 琉璃啊 一个老琉璃的啊 脚摊琉璃 一个大竹子手串啊 这个皮壳还是比较老的啊 一个小香炉啊 皮壳包浆都非常好啊 正常的使用器啊 这种这使用的痕迹也是非常明显的啊 大明宣得粘制的一个款啊 然后今天东西就这么多啊 喜欢老王呢 还是给老王点点免费的关注啊 老粉丝还是给老王点赞啊 长按点赞三秒那种 然后谢谢大家啊 我们下期再见啊 by bwd6